大家好,欢迎来到幸福敲门,今天来给大家分享这样一个故事,开学当天,辅导员就让我们写了一张家庭情况调查表。 在父母那一栏,我犹犹豫豫地写上了孤儿两个字,我不想引人注意小生跟收表的同学商量,能不能把我的这张放在最后面? 那女生美好气地接过那张表,自己先看了一眼,紧接着就冷冷一笑,哟,原来是孤儿啊,放在桌下的两只手忽而握紧,我抬头看了她一眼,明亮的大眼睛里嘲讽之意尽显,同学们的目光刷地看了过来,怪不得要把表格放最后,原来是自卑呀。 你为什么来读大学,不直接去打工?学校食堂也要钱的哟,那女生满眼不屑,语气阴阳怪气。 刷的一下,我的脸就沉了下来,孤儿怎么了?这年头谁还比谁高贵不成? 她白了我一眼,都要入社会了,还分不清三六九等呢?怪不得没爸没妈呢? 这话有点太难听了,我眉头立马就皱了起来,忍无可忍地拍阿尔起,你说话这么口无遮拦又不礼貌,你的家教,话没说,辅导员不乐意了。 刚刚开学就吵架,像什么样子?团结同学懂不懂? 我以为辅导员这话是训斥那位同学的,却不承想竟然是看着我说的。 我难以置信地指了指自己。辅导员,孤儿没什么可丢人的。 可你要是自己的性格不讨喜,那可就没办法了。 直接对我这个人盖棺定论,这是一个辅导员该做的事吗? 我性格不讨喜,那他刚刚给我伤口撒盐时,老师你怎么不说话? 辅导员冷笑,贾倩的爸爸给学校机房投资了一批电脑,他不把话说完,但我懂他的前台词。 人家有钱还捐电脑了,我一个没权没事的孤儿,被欺负也是活该。 可开学前,把我养大的二叔,还给学校所有教室和宿舍装了空调呢? 这不比他的电脑贵多了。 但我不想多说,因为从小到大,有人欺负我,都会被二叔狠狠地报复回去。 要让他知道,我入学第一天就因为孤儿被嘲笑,估计学校要变天了。 辅导员对我的不满,嗤之以鼻,直接让贾倩带队,全班去了操场上,军训。 九月的太阳正大,我们站在裤鼠下,迎头站着军资,双手贴着裤线,谁都不准有小动作。 站军资半个小时,一人乱动,全班多加十分钟。 教官在队伍前回来溜达着巡视。 同学们一个个晒成了红脸蛋,眼看着半个小时马上就到了,教官忽然来了一嗓子。 有人动了,加十分钟。 我双眼目视前方,无动于衷。 毕竟,再多站两小时,我都不带怕的。 又是七八分钟过去,教官再次责了一声。 两次都是一个同学动的,再加十分钟,顶着烈日站五十分钟军资。 同学们多少都有哪些怨言? 我身后甚至有人在嘀咕,到底是谁,这么害人。 别人不知道是谁,我的余光却看到了。 是贾倩。 碰到这种拖后腿的,只能认命。 没想到,我们还没怎么样,贾倩似乎听到同学们的怨言,先闹起来不干了。 蒋炎炎,你要拖后腿,就自己罚站,别拖我们下水。 我气笑了,这鸣晃晃地泼脏水。 当教官是傻子吗? 没想到,不等教官说话。 他竟然一屁股坐在了地上,边揉着小腿,边叫嚣。 我在家都没吃过这种苦,凭什么为了你讲炎炎受累? 你算什么东西? 教官气得脸上,青筋都跳动了。 起立! 声音压着怒气。 贾倩吓了一跳,随后破罐子破摔。 军训太严苛,我受不了了。 我不要军训,我要回家。 人家站三十分钟,凭什么我要站五十分钟? 就应该让蒋炎炎一个人站五小时。 同学们听着她的话,也下意识地认为是因为我乱动导致的,都纷纷朝我看了过来。 我笑了,从小二叔就告诉我,吃什么都不能吃亏。 报告教官,我有话要说。 教官,说。 我君子标准,全程没动,动的人是贾倩。 第三十八分五十四秒,他挠了鼻子。 第四十七分三十六秒,他左右脚动了一下。 贾倩瑟利那人,你胡说八道什么? 连秒数都说了出来,这瞎话也太假了点。 我冷笑,心算数秒数,可是我的强项。 三点钟方向有摄像头,可当证据查看。 贾倩一下子就炸了,你知道我爸是谁吗? 你得罪我,我不等他把话说完。 教官深深看了我一眼,转头对着贾倩。 这是军训,不是攀比权势的地方。 到底是谁动了,你应该心知肚明。 就算有人要抱怨,你也是最没资格的那个。 蒋炎炎出列,带队去食堂。 贾倩留下,再战半小时。 我偷偷给教官点了个赞。 不愧是坚定的军人。 好样的,贾倩这样骄纵的性子,就应该好好致志。 当晚。 我听说辅导员掺和了进来, 声称胖得有些变形的贾倩,身体不好,无法就战。 还特意给他开了一张不需要军训的证明。 贾倩更是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整天在班级旁边的阴梁下坐着,两条腿晃来晃去。 等到休息时,他又会耀武扬威地跑到班级里来。 只可惜,经过昨天的事,班里只有俩愿意巴结他的女生。 其他人都不乐意搭理他了。 贾倩把这一切都归罪到了我的头上。 我上厕所时,贾倩跟了上来。 姑儿,你以为人缘好就很了不起吗? 那有什么呀?除了爸爸妈妈,没有其他人会一直陪着你的。 你好好巴结巴结我,给我跪下来认错,我就考虑以后给你晚饭吃。 我看周围没人,就懒得再忍耐。 抓着他的头发,把他压在水池边。 以后再拿我父母开玩笑,我把你嘴巴打烂。 也不知道是不是我和二叔在一起的时间久了。 学会了能动手就不瞎嗶嗶的技能。 贾倩被我震慑住了。 直到我出了厕所的门,他才磨磨蹭蹭地跟了出来。 不就是,我回头轻飘飘地看了他一眼。 他耸了耸,改口。 不就是个穷鬼吗? 有啥可神器的? 我懒得看他。 毕竟我是身家上亿的穷鬼。 别问。 问就是我那枚血缘和法律关系,却把我养大的二叔给我置办的。 估计为了让贾倩融入集体,辅导员跟教官投资商量,举办一场拉歌比赛。 贾倩玩得比谁都积极。 身体不好的毛病一点都看不出来。 教官,我提议咱们击鼓传花表演才艺吧。 他边斜眼看着我,边提议。 教官宁了宁眉,硬了。 我总觉得他要出幺蛾子。 果不其然,贾倩蹭地一下站了起来。 蒋炎炎,我向你赔罪,第一个表演才艺的机会,就让给你吧。 我向辅导员申请了一批学校的乐器,你挑个拿手的。 我挑眉,看向他身后掀开不下的乐器。 鼓针,小提琴,大提琴,笛子,无一例外,都是要花不少钱去上兴趣班,才能学得会的。 果然,贾倩又开始狗眼看人低了。 她似乎怕我不应,继续拱火,都是同学,大方一点,其他人也很期待的对不对。 贾倩那俩小跟班,看热闹不怕是大的跟着起哄。 很快,班里其他人也一脸期待地看着我。 见我不出声,贾倩才假装想起什么。 啊,对不起,我忘了你家里特殊,恐怕没学过什么特长,要不我跟你一起。 哦,原来是想靠对比,彻底把我打压下去。 我特长也不是没有,打把贼准。 可惜,大半夜也没法找枪试给他们看。 不过,我看了眼角落的乐器,我点头接受。 行啊,但我会的曲目不多,你能配合我吗? 他嘴角有点压不住笑,我学了十年,大部分都会,话没说完,他看到我拿起的东西,就仿佛被人掐住了脖子,发不出声来。 因为我拿的是索纳。 这首曲子,仅限给跟我一起合作的同学,贾倩。 我一本正经地说完,就简单擦了擦哨片,气沉丹田,开始了演奏。 一首哭舞羹,在学校操场上响彻云霄。 唢纳一出,百乐让路。 特别是我吹的这首曲子,贾倩拿着小提琴,完全接不上。 一脸如丧考笔的模样,其他班的人都逐渐围了过来。 贾倩一紧张,就更是什么都拉不出来,甚至还被人差点挤出了表演的站位。 感觉差不多了,我不再看贾倩,转身走向不远处的高台,面向大家。 手微转,曲风突变。 气势磅礴的黄河大合唱,一下子激起了众人的掌声。 现场变得火热起来。 十几秒后,操场的教官、学生都跟着一起演唱了起来。 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保卫黄河保卫华北, 保卫全中国。 我索纳的收尾声中,操场众人撕心裂肺地唱出了团结的力量。 索纳的阵笼发聩,久久才平息。 我们班的教官带头鼓掌。 很快,整个操场都是跟着拍了起来。 甚至还有人吼着,索纳女孩,好样的。 闹哄哄的,教官喊着安静,也不肯停下来。 我抬手,往外一划拉的示意。 操场上整齐划衣地安静了下来。 我笑眯眯地看向贾倩。 我刚刚吹得太入神,忘了注意,你表演了吗? 贾倩红着眼,恶狠狠地瞪着我。 我无奈地耸了耸肩膀,是她非要使坏,让我表演的。 我怎么可能不反击回去? 其他同学都在起哄,像极了她让人起哄,比我表演的模样。 最后贾倩下不来台,狠狠地放了一句,果然是穷鬼。 会的乐器也是这种上不得台面的,你给我等着。 呵呵,这话对我来说不痛不痒。 而且,我至今都没有搞明白,她到底是从哪里看出来我穷了。 解散后,有不少同学来找我认识。 我也因此认识了几个爽朗朋友。 回到宿舍后,依旧开心。 就在这时,我接到了二叔的电话。 声音依旧是冷。 可十分钟下来,她没有一句话,不是在关心我。 和同学们相处得怎么样? 挺好的呀,今天你不忙吗? 怎么给我打电话了? 我自动停毙了贾倩这个人。 电话那头传来一声无奈的轻叹。 我今天回家了。 哦,莫名地有点心虚。 她淡淡地问,给你的卡,怎么没带去学校? 我挠了挠头,就知道她是想问这个。 一张无限额黑卡。 我一个学生,哪里用得上? 大学有没有POS机还不知道呢? 看我没回话,她也猜出了我的想法。 算了,一会我给你转十万块钱过去。 等过两天部队放假,我去学校看你。 啥? 二叔要来学校。 我头摇得跟波浪鼓似的。 别,别来,电话被嘟的一声,挂断了。 我大大的叹气。 她那帅得逼人,又有气势的模样来学校,能不引起大动荡吗? 万一她听说了贾倩的事,就那个护短的习惯。 可咋整啊? 说来神奇。 我虽然喊路也二叔,但我们实际没有任何血缘关系。 她只比我大七八岁,却在我爸妈去世后,其他亲戚欺负我的情况下。 刚成年的她,以家长的身份把我接回家,照顾我长大。 为此,她不惜跟她的首富爸妈达成交易,继承爷爷的遗愿,入伍。 入伍前,还把首富爸妈给她的股份分红,全都转在了我名下。 美其名曰,女孩要富养。 要不是这么多年,监护人的身份还是我奶奶,我都怀疑二叔把我自家孩子一样养着了。 她除了在学习和人品上,把我盯得紧紧的。 其他方面,对我几乎是百依百顺,容我在家呼风唤雨。 也就是这样,把我养出了遇事绝不吃亏,该杠就杠的性格。 但是最近,我却想躲她远远的。 看着镜子中,虽然苦恼,但纯忍不住上扬,面色微红的自己。 心里有种浓烈的负罪感。 军训开始练习踢正步,可能是因为骨子里的传承。 我一直认认真真,不苟言笑地练习着,以至于我被教官拎出来,当成榜样了。 贾倩因此嫉妒了。 她仿佛忘了那晚操场的事,一路小跑着到教官身边。 教官,我也想带着同学们踢正步。 我目不转睛地盯着前方,但余光却清楚地看到了教官脸上的嫌弃。 贾倩同学现在是在军训,讲话前情打报告。 报告? 讲。 贾倩的目光在我身上溜了一圈。 为什么蒋炎炎可以在前面领头,我也想领头。 此话一出,我真是破大房了。 我辛辛苦苦地练了好几天,凭什么你说来就来。 好在教官和辅导员不同,那你就参加军训,等你到了蒋炎炎这个水平,就可以领头了。 贾倩被教官说得语色,心不甘情不愿地参加了半天的军训后,就张罗着要和我比赛。 我欣然应想,却不想她又把辅导员给叫了过来。 我瞬间燃起来了熊熊斗志。 什么时候开始? 贾倩鼻孔朝天,现在? 我和贾倩并排站着。 教官帮我们俩喊着口哨,全班同学都是评委。 我目视前方,大不留心地往前走。 反观贾倩那边。 走得歪七扭八不说,连胳膊都打不直。 输赢自在人心。 走完一圈后,教官让同学们自己投票。 我以四十比四的票数完胜了贾倩。 那领头的位置就继续游,由贾倩同学来吧。 辅导员笑意盈盈地接过话茬。 我挑眉看过去,辅导员脸上却看不出来半点的心虚。 要我服输可以,但我得输得心服口服才行。 辅导员已经好几次明显地偏心了。 但让我退步,绝无可能。 我定定地站在领头的位置上没动。 导员,我有些不理解,您是凭什么说出来这句话的呢? 此话一出,别说同学们了。 教官都回头看了我两眼。 导员的眼中立马带了一丝厌恶。 凭借什么? 贾倩的实力大家是有目共睹的。 我挑眉笑了笑,确实是有实力。 我边说边抬手,食指,大拇指搓了搓。 以为很明显,浅。 导员看明白后,气得脸都红了。 但周围太多人,他心虚下不敢直接发怒。 你,跟我来办公室。 我抬腿跟上。 办公室里还有两个其他老师。 辅导员进门后,手指头狠狠扣着桌面。 讲严严,你有什么资格和假欠同学争? 就凭你一个孤儿。 孤儿俩字一出,办公室里的另外两个老师就看了我一眼。 我冷冷地看着辅导员。 老师,您不懂保护学生的尊严,维护学生的隐私吗? 辅导员好像是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一样。 哈,果然是没家教,什么都不懂啊。 那我就免费教你,入了社会,尊严和体面是要用钱来维护的,懂吗? 你没钱没事的,凭什么跟别人争? 不配。 我笑了,纯纯气笑了。 怎么样才算是有钱有势啊? 要二叔和部队里其他疼我的长辈们,拿着军衔来给你看看吗? 辅导员见我面上没有了利色,还以为我忽然开窍了。 领头位置是假欠的了,你写八百字检讨,这是就算过去了。 过去?凭什么过去?不就是全市吗? 好像说得谁没有事的。 检讨写是不可能写的。 不等这是有个结论,二叔就来学校找我了。 我也没有告状的念头。 毕竟二叔出马,就真的有欺负小学生的错觉了。 可没想到,我去校门口的路上,又遇到了贾欠。 他仗着四周没什么人,带着胆子拦住了我的去路。 哟,干什么去啊? 我正没看了看他。 二叔好不容易才休息这么一天,时间宝贵得很。 我没了耐心,定定地看着面前人。 军训没结束,周末能来学校探望的,都是家人。 你一个孤儿,往校门口走,难不成是去找金主。 他上下扫了我几眼,语气突然微酸,你这张脸,被包养也正常。 狐狸精,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逼话。 我不耐烦,抬手就往贾欠的喉咙处轻轻砍了一手刀。 我跟着二叔学过的军体拳,最知道打哪里疼,不会出事也不留痕迹。 果不其然,贾欠立马倒退两步,捂着脖子开始咳嗽。 同时还不忘了用手指头指着我,只会动手的野种。 怪不得你没爹没娘,生来就是下贱披子。 我深吸一口气,满心默念,忍一时卵巢囊肿,退一步乳腺增生。 此时不打,何时打? 我手急眼快地一把钻住甲嵌的手指头,直接往后掰了过去。 哦,疼,疼。 你给我放开? 你个贱种,你怎么敢? 啊啊啊啊啊。 我错了,我错了。 你快放开我,我再也不敢了。 从叫嚣到求饶,也就四十二秒。 我算了下时间,二叔估计已经到了。 就干脆放开贾欠,把他推到一边,快步往门口走去。 贾欠一边在后面呼通,一边又开始威胁我。 你完蛋了,我要让辅导员调监控,把你给开除。 我脚下的步子,但凡停一下,都是对自己的不尊重。 这蠢货要是能把我开除了,我就跟他姓。 到了校门口,我看到那辆明晃晃的大吉普,以及那亮眼的车牌号。 扎了扎舌,那是部队的高层才能用的车牌。 也是一种身份的象征。 我左右看了看,忙拉着二叔上了车。 二叔,咱往后来学校,能不能低调一点? 这车牌号,太显眼了。 二叔顿了顿,家里的车,更显眼。 也是,首富家的车库,最便宜的也是好几百万的麦巴赫。 车牌小容易遮挡,豪车就真的太高调了。 看我愁眉苦脸的模样,二叔勾了勾唇,把一张黑卡递给了我。 这卡你拿着,手里握着钱,总没有坏处。 二叔狭长的眸子里满是不容拒绝。 我知道自己拗不过他。 只好把卡装进了军训服的兜兜里,还顺便拉上了拉链。 看我收好,二叔把后座上的石盒推了过来。 我妈亲自下厨,让你补补。 我瞬间眉开眼笑。 首富夫人的厨艺,那是公认得好。 只不过一年也不会下厨几次。 但他很疼我,这几年只要我过去,都会亲自做饭。 一来二去,首富也特别盼望着二叔没事就带我回去。 吃饱喝足后,打了个嗝儿。 才心满意足地准备离开。 就在这时,我的微信突然炸了。 关系比较好的同学发来的语音。 炎炎,你快看看咱们学校的论坛。 你被网爆了。 论坛热门标题,实锤,孤儿被X奖。 点进去一看,是我上二叔车的照片。 因为是偷拍,角度非常刁钻, 却又正好拍上了我笑叶如花的脸。 图下的文案更绝。 孤儿军训期间,跟有钱陌生男人私会。 败坏校风,理应开除。 气势汹汹,仿佛站在道德制高点来制裁我。 评论也是众说纷纭。 热度最高的,却是有人扒出了我的鞋子。 则,孤儿脚下是LV运动鞋,价格超六千呢,也不知道被税多少次才买的。 其他评论更是莫名其妙。 哎呀,人家活好能正呗,也不知道巴上了哪个已婚老男人。 知人知面不知心啊,有几条帮我说话的评论,都被更多的谩骂给压了下去。 我直接给气笑了,我穷的时候就打压我,发现我不穷了,就开始往我身上泼脏水,都是一群闲得慌的。 我在琢磨怎么反击时,二叔已经拿起电话,给私人助理打了个电话,通知学校处理此事,不然,明年的奖学金就别指望集团捐赠了。 二叔,你还捐了奖学金呢?我怎么不知道? 但我现在没功夫去问这件事,我连忙拦下他。 别,二叔,交给我处理,我可以的。 二叔转头,看了我半晌,才勉强通知助理。 那就先等三天,看二叔退让了。 我可算是松了口气,打不过就叫家长,这是小学生的行为。 而我就喜欢自己把他们气死。 我从一兜兜里掏出那张黑卡,想了想,伸手。 二叔,把你那张卡也借我用下呗。 三分钟后,一条新帖子在论坛被置顶了。 发布人,蒋炎炎,帖子只有短短的一句话。 有人打牌吗?我出对二。 图片是我用手指,加着两张无限额黑卡的照片。 两张黑卡的尾数,刚好都是2222。 呵,不就是极度我有钱吗? 那就去查一查,全国有几个人能拿得出这种黑卡。 极度不死你们,就算我输。 果不其然,十分钟后,那条污蔑铁直接被删除了。 估计都不想得罪拥有这种黑卡的大佬。 我怂怂间,就当这是过去了。 毕竟继续撕下去,难免二叔要掉马甲。 可没想到,才消停了两天,甲倩又沉不住气了。 你以为你剃了两张黑卡,是就过去了吗? 等着吧,我早晚把你真面目撕下来。 我轻飘飘地看他一眼,故意露出来了今天新换的鞋子。 看见了吗?这双八千哦。 而你,嘖嘖嘖,八百块都不到,就这,你找我炫耀。 我不爱炫富,但我深知对待这种人,就要用魔法打败魔法。 果不其然,甲倩被我气得脸色轻一阵红一阵,又想用手指头指我。 大概是上次长记性了,伸到一半又收了回去。 不要脸,你的钱哪来的? 还不是你,我眼神一扫,甲倩立马把后面的话咽了下去。 你就等着身败名裂,自己退学吧你。 不管怎么说,这是对我还是有后遗症的。 我在班里的人员一落千丈,就算有同学帮我说话,也是少数几人。 最终,领头的位置还是与我无缘了。 我虽有点失落,但都还好。 不过教官却并没有阴流言,而戴着有色眼镜看我。 反而在听到有人说闲话时,会第一时间批评呵斥。 我不禁感慨,果然,最优质的男人都上交给了国家呀。 很快就到了军训会演的时候,甲倩的正部依旧没有好到哪里去。 正式开始前,学校忽然开进来了三辆军用车。 所有人都点着脚尖看了过去。 校领导在前面慷慨激昂地解说, 同学们,咱们军区的领导亲自来看会演了。 大家热烈欢迎。 所有教官都冲着那军车的方向挺胸抬头的敬礼。 我心中却隐隐觉得不对劲,因为那三辆军车实在是太眼熟了些。 果然,一身军装的男人就从车上走了下来。 身材挺拔,五官俊朗,气场强大。 二叔来了,后面还跟着七八个下级浩浩荡荡地走来。 这排场实在是有点大。 校领导亲自狗腿地上前欢迎。 可二叔只冷着脸在人群中看了一圈。 很快就和我对视上了。 我莫名有些心虚。 周围的同学却都兴奋起来。 哇塞,刚刚那个领导好像看我了。 看这个勋章,那是部队中的上将,领导中的领导啊。 我嘴角不自觉地向上牵起。 有点小骄傲,是怎么回事。 二叔简单讲了两句,就开始了慧眼。 不知道贾倩是怎么想的。 屁股都要翘到天上去了。 整个一猫和老鼠中汤母猫的形象。 我余光瞅见,二叔当场就冷了脸。 他直接拿起话筒,语气质问。 贵校知道军训的意义是什么吗? 知道对待军训的态度,又是什么吗? 校领导显然没想到二叔会发难。 战战兢兢地接过话筒后,说了一系列的好话。 主要是想要培养学生们吃苦耐劳的精神。 还有就是感受先辈们的不义。 这话说得我心里一酸。 二叔转头,直接看着校领导。 不知道您指的先辈是什么? 校领导紧张地蹭了蹭额头上的汗。 喂,我们现在的美好生活浴血奋战的先辈们, 受人敬仰的烈士们。 二叔轻哼一声。 我心头一紧,和二叔隔着人群对视。 我似乎懂二叔要干什么了。 下一秒,二叔就忽然正色了起来。 略是蒋靖国,李红英之女初烈。 全校师生皆是一正, 纷纷到处扭头观望着。 我紧咬着唇,忍着眼睛里的酸涩向前迈了一步。 众人一阵惊呼。 贾倩瞳孔震惊地瞪着我。 你,你,你。 我这向前一步的动作, 像是网滚烫的热油中浇了一盆水似的。 同学们纷纷交头接耳地议论着。 我无心其他,纵是我倔强地抬着头。 眼泪也还是不听话地流了下来。 二叔面上的心疼之色明显。 任由大家议论了一会后才开口。 要不是我偶然听说了学校里的风言风语。 贵校还打算让烈士儿女受多少委屈。 校领导被问的一句话都不敢说。 只能点头哈腰地连连道歉。 二叔却不打算轻拿轻放。 口口声声说着尊敬烈士, 结果却这样对待烈士的后辈。 这就是贵校一贯的教学风格。 我看着台上的二叔没忍住心头一委屈。 我爸妈都是军人, 可是偏偏都成为了光荣的烈士。 他知道我不惜以权势压人, 就用我最为骄傲的爸妈, 让所有人都知道。 我就算是孤儿, 也不容任何人欺辱。 前两天我的事闹得很大, 估计校领导也听说了。 他哭丧着脸, 脸颊上的肉都在颤抖。 这件事我们一定会调查清楚, 尽快给蒋炎炎同学证明。 二叔却吃笑一声, 不用了。 灵力的目光在全校师生的身上看了一圈, 最后落到我身上时, 才露出了些温柔。 前几天是我来看望他, 他脚上的鞋子也都是我买的。 说完, 二叔又轻声问了一句, 还有其他问题吗? 所有人都不约而同地摇摇头。 至于我身边的贾倩, 直接腿软地摔在了地上。 给军人泼脏水, 这后果他不可能不清楚。 校领导不敢小觑这件事了。 军训会演结束后, 贾倩和辅导员被叫到了办公室。 我和二叔稳坐在皮沙发上。 二叔冷冷地问, 论坛事件是谁发出去的? 贾倩的肩膀一缩。 辅导员更是连连否认, 表示自己不知情。 我轻笑一声, 这是想逃避责任? 怎么可能? 我,要不是导员你刻意放纵默许, 贾倩敢这样。 辅导员脸色变了又变, 各种卑躬屈膝的又是道歉, 又是求饶。 可惜晚了。 校领导狠狠地瞪着他, 不听任何狡辩, 直接辅导员开除了。 贾倩大概是看到局势不对劲, 眼泪立马就下来了。 领导, 我爸爸给学校捐了好多台电脑。 当初不是说好的吗? 我来了学校会照顾, 没想到校领导硬气了起来。 学校, 就是学习的地方, 不是什么权势场所。 你敢在这里为非作歹, 惹是生非, 就要承担应有的后果。 贾倩哭着继续申辩。 二叔, 照你这么说, 我给学校装了空调, 资产比你家捐得多, 你是不是能滚出学校了? 校领导震惊, 五百多个空调。 是, 是您, 二叔, 集团捐的, 严严也是股东之一。 贾倩差点哭出声来, 校领导想把贾倩开除了, 但二叔最终一句, 罪不至死, 最后只给他了一个大过处分。 就算过去了, 事情解决完后, 二叔带我回了家。 回家的路上, 我还有些心虚地不敢抬头。 二叔单手开车, 从后视镜里看我一眼, 语气中还有着不悦。 怎么? 说自己解决时候挺凶的, 到我这老虎变成老鼠了。 我怯生生地用余光看了他一眼, 以后, 我在学校是不是可以横着走。 二叔修长的手指轻轻敲着方向盘, 你要是不怕给我丢脸, 就横着走呗。 我没忍住轻笑了一声, 这家伙在学校里严肃地吓人, 这么一会就换了一副面孔了。 到家后, 我舒舒服服地洗了个澡, 一觉睡到日上三干。 第二天早上醒来时, 直接套着睡衣下了楼, 却没想到家里居然有客人。 我本捏手捏脚地想要往回走, 结果定睛一看, 来的人居然是我的教官。 我揉了揉眼睛, 还有些不敢相信。 真是教官。 我穿着睡衣冲了下去, 见二叔脸色有些不好看, 我还以为他是想以权谋私 帮我训教官。 于是我直接挡在教官的身前。 二叔, 教官对我非常非常好。 哦, 二叔的眉头好好一挑。 我身后的教官 也支支吾吾地想要说话。 我回头给他一个 你安心的眼神。 教官让我当领头啊, 而且有人说风言风语的时候, 他还给我撑腰, 这难道还不好吗? 二叔忽而笑了出来, 弯弯地眉眼 把面部的灵力都柔和了几分。 我有些不明所以, 片刻后, 二叔淡淡地看了教官一眼, 干得不错。 教官赶紧在后面接上了一句, 都是我应该做的。 我萌萌地看着这两人, 这才琢磨过来是怎么回事。 所以, 他是你的人。 二叔给教官一个眼神, 教官立马撤了。 偌大的房子里就剩下我们两个。 二叔习惯性地给我倒了杯温水。 你去一个新学校我不放心, 让你拿卡你又不拿, 正好你们学校在招教官, 我就让他过去了。 二叔的话让我愣了愣, 他对我向来都是这么周全的。 我捧着杯子低头喝着水, 却不难察觉到二叔的目光 一直在我身上打量。 我紧张地头一次 把一大杯水全都喝了进去。 二叔突然说, 炎炎, 你成年了。 这话听得我没有来的心跳加速。 二, 二叔, 我成年了, 你是不想要我了吗? 难道, 要把我赶出家门? 胡思乱想着, 这男人忽然坐到了我身边。 大手在我头顶上揉了两下。 怎么会? 只不过是想换一种身份罢了, 蒋炎炎同学。 八岁, 我第一次见到他, 是在军队大院。 他爸爸, 是我爷爷的下属。 那时, 他才刚学会走路, 总喜欢跌跌撞撞地跑到我身边, 抱着我的大腿, 软萌软萌地喊我陆哥哥。 十二岁, 他五六岁了, 总喜欢让我陪他玩过家家, 还信誓旦旦地说以后一定要嫁给我。 有点烦, 但我不敢拒绝, 因为我怕他哭。 我想着, 他在大典就不会再这么说了。 可这一年, 我爷爷因病痛去世了。 经商的爸妈, 带着我搬离了大院, 换了座城市生活。 十八岁, 有一天, 我爸洪着眼跟我说, 蒋叔叔夫妇, 在扫毒任务中牺牲了。 我毫不犹豫地买了机票, 赶了过去。 他十一岁了, 长大了, 但不记得我了。 可能他被他小叔一家欺负得有点惨, 对所有人都非常抗拒。 好在有他奶奶介绍, 他相信我不是坏人。 可他却喊我, 二叔。 行吧, 哥哥变成二叔, 也算是名正言顺养他了。 蒋奶奶身体很差, 需要谨慎的儿子照顾, 只得把他托付给了我。 回家后, 我直接找了爸妈。 我说, 我要入伍。 他们都以为, 我是想完成爷爷的遗愿。 其实不是, 我只是想帮他, 去给蒋叔一家报仇。 二十四岁, 九死一生, 我给蒋叔报仇了。 我看着他逐渐长大, 反复地告诉自己, 不急, 再耐心些。 我可以陪他长大, 等他成年。 我以另一种身份, 陪他度过余生。 接下来的故事更加精彩, 大四实习前回学校做实训, 全校轰动了。 首付临终前的遗书被传了出来, 一定要找到那流落在外的孙女继承遗产。 据说就在我们学校, 全校的目光都落在了我和斑花的身上, 甚至还有人私下里搞了个赌局。 赌谁被幸运之神眷顾? 不过裴律师, 基本没人看好我。 理由很简单, 斑花就算是孤儿, 也被养得肤白貌美, 怎么看都比我这丑小鸭更金贵。 就在这时, 何宇, 咱们分手吧。 在一起半年多的男朋友陆何, 突然单方面宣布分手。 为什么, 对面回复十分果断, 周月一直喜欢我, 我之前看你挺乖的, 才跟你玩玩, 可他马上要成为首富继承人了。 他能让我少奋斗三十年, 而你, 只能让我穷苦拼搏一辈子。 突然被人甩了, 我多少有点猛逼和生气。 拿起手机正准备骂回去时, 一个大大的红色感叹号出现。 好家伙, 他为了八戒首富继承人, 伤我都这么速度, 眼皮自浅的玩意儿。 还好我没告诉他, 半个月前, 有个律师联系了我, 巨额遗产已经大半在我手里了。 没公布我的身份, 只是因为还有些手续没办完而已。 收拾好心情, 我跟着摄友回班里, 导员要开实习前的班会。 一进门, 就看到陆和跟着班花周月坐在一起。 周月的腿搭在陆和的身上, 来回晃悠着。 我顿了顿, 陆和有点大男子主义, 从前根本不让我做这样的动作, 说是有损他男子汉大丈夫的颜面。 而现在, 他为了钱, 也是非常拼了。 周月见我进教室, 面上闪过一丝挑衅, 哟, 陆和, 你前任来了。 周围几个周月的摄友, 纷纷无嘴偷笑, 来了有什么用, 都说了是前任呢。 哎, 你说同样是孤儿, 命运怎么就差得这么多呢? 周月得意地仰着脖子, 我的亲爷爷马上就来找我了。 你呢? 亲爸妈还不知道在哪苦苦求生活呢吧? 嘖嘖嘖, 不知道还记不记得你这个女儿哟? 句句嘲讽, 嚣张地几乎要上天了。 我无语地看过去, 是啊, 拜托你爷爷快点来找你吧, 最好把你一起带下去。 此话一出, 周月那群人都仿佛被掐了脖子一样, 瞬间没声了。 好一会儿, 周月才尖叫出声, 听说你养母是个工人, 怪不得你没家教。 这一句话, 直接触及了我的逆临。 养母对我很好, 我们相依为命了好多年。 家里拮据, 她宁可一天打两份工, 也要我坚持把大学读完。 我不允许她这么说我养母。 不等我开喷, 导员就进来了。 直接念了名单, 把我们校企合作的实习分配好了。 真是冤家路窄, 我竟然跟陆和, 周月在一起实习。 辅导员, 大家收拾东西, 尽快去各自的公司报到。 我举手, 想要调换一个公司。 导员却像是早有预料似的, 本次实习公司都是学校精细安排的, 能不调动就不要调动。 意思明明白白, 我只能无奈收回去。 等导师走后, 周月挽拓陆和的手, 冷笑着过来, 我一句话, 导员就安排你跟我一家公司了。 你感谢我吧, 不然那个上市公司, 是你这种穷逼能进去的。 说着, 他鄙夷的上下看我两眼, 不过我们不一样, 我进去是镀金, 你进去, 就是仰望我们之间的差距。 陆河搂着周月的腰枝, 月月不愧是首富的孙女, 导员都要给几分面子。 眼中的满意之色, 简直是一鱼眼表。 而我, 死死地抿着唇, 才忍住了想要上扬的嘴角。 本尊在你面前呢, 你却偏偏喜欢一个, 只会瞎蹦的冒牌货。 见我没反应, 周月以为我怕了, 微微俯身, 把自己的鞋带拽开。 陆河条件反射式地蹲下去, 舔狗的姿态一览无疑。 我痴笑一声, 陆河平时和我约会说的最多的就是, 人穷不能致短。 所以, 从恋爱开始, 我们买个冰激凌, 他都提出要A。 而现在, 他开始为了钱, 弯下尊贵的腰了。 嘖嘖。 更让我惊叹的是, 周月老佛爷式地, 抬手打断了陆河的动作, 倒是把脚伸到了我的面前, 给你个机会向我道歉, 实习的事情, 我就不难为你了。 我低头一看, 新款的骨池。 从前周月可不舍得这么穿, 现在是觉得遗产的事情板上钉钉, 开始先享受起来了。 但这钱他从哪来的? 不会走网贷吧? 突然有点期待, 我身份公布后这对狗男女的反应了, 让我低头是不可能的。 我目不斜视地从周月的鞋面上踩了过去, 落脚时还重重地了两下。 在两人的谩骂声中, 我湿湿然地回宿舍了。 狗男女, 等你们后悔的时候。 晚上舍友们一起在宿舍吃散伙饭。 一时兴起, 大家都小酌了几杯。 喝得有些晕呼时, 宿舍楼下一阵喧闹。 不知道是谁在楼道里喊了一声, 啊, 楼下有人求婚。 我没兴趣, 但抵不住室友拽着, 我去楼下看热闹。 五彩斑斓的气球, 在路灯下格外地好看。 然而, 目光聚焦到, 拿手捧着九十九多玫瑰的男人身上时, 你码的, 真不要脸。 路合依旧申请表白, 月月。 等咱们毕业我就把你娶回家, 好不好? 周月笑得灿烂且骄傲。 好, 到时候我们一起继承家族企业。 我乐了, 神他妈家族企业。 我低头发信息, 让律师加快进度。 我迫不及待地想看这两人的反应了。 马上就到实习的第一天, 不能迟到了。 我的想法很简单, 就算继承了千亿财产, 也想体验一下职场的生活。 我坐着遗产继承来的卡验, 匆匆赶到了公司报道。 我没迟到, 但没想到周月跟路合来得更早。 看到周月恶意的目光, 我就知道不好。 连我都知道认真实习, 没条件没背景的实习生还敢迟到。 真是不知所谓。 周月的夹子音, 听得我起鸡皮疙瘩。 我指着墙上的钟, 纠正, 距离报道时间, 结束还有十分钟。 我并没有迟到。 可那男经理不知道被灌了什么迷魂汤了, 竟跟着周月一起给我冷脸, 不愿意干就不要来, 想尽我们公司的实习生一抓一大把。 我微微微皱着眉, 这是也和周月站在同一战线上了。 看着周月身边的经理跟路合, 完全一副保镖的样。 听说你是孤儿, 以后工作态度还这么消极的话, 你干脆就滚出我们公司。 说完, 经理转身就走。 我懂了, 职场第一天, 碰到了个欺软怕硬的上司。 但我目前孤儿的设定, 的确不适合直接撞上。 就在我思考怎么办的时候, 律师的电话打了过来。 他的动作很快, 说这是最后一批财产, 交接完毕就能尘埃落定了。 到时候, 会有人手把手教我怎么接管 这大大小小十几家上司公司。 当然, 我也可以选择把财产委托给信托公司, 我每年拿几个亿的零花钱就行。 如果自己接手, 就会在各大财经报纸上 刊登我的身份。 如果交给信托公司的话, 大小街, 微博我们可以直接上, 不需要买, 毕竟您是股东之一。 我欣慰极了, 然后选择委托出去。 毕竟我一个职场萌新, 随便接管公司, 万一搞破产了怎么整。 律师没任何意见, 随后, 律师又发了十几份文件, 说是新的财产转移过来。 大小街, 您看一下, 没问题的话, 还要签字确认一下。 我放下手机, 随便扫了一眼, 刚想跟律师说回头就看时, 发现了最下面的文件名, 很眼熟。 圣洪集团是我实习的公司, 所以这家公司是我的。 我突然决定改主意了。 我要给这个公司清理蛀虫, 然后接管它。 清理蛀虫前, 我决定先熟悉这个公司。 就当我沉迷整理公司资料时, 下班点就到了。 周月故意拉着陆河, 到我面前轻轻握握。 宝贝, 你说好的, 今晚请我吃日料, 咱们下班就去好不好。 陆河, 去。 你想吃哪家? 吃银太新开的那家吧, 据说刺身都是空运来最新鲜的, 默默地回忆这几天收到的文件。 嗯, 那家店也是我的。 渣男渣女给我送钱的滋味似乎不错。 周月还不消停, 拿着她的骨池包包在我面前, 继续逼逼。 我们一餐饭吃上千块, 买个包上万块, 轻轻松松, 而不像某些人, 他鄙夷地看了我的帆布包一眼, 跟剪破烂似的, 恐怕这辈子看过的钱, 都不超过上万块。 这么嚣张, 我不教训一下, 真对不起我银行卡那十个零的账户。 我笑眯眯地看着周月, 洋装一脸羡慕地说, 这是传说中的骨池吗? 他跟爱马仕谁贵啊? 听说上层圈子, 没有几个爱马仕经典款会被其他人歧视的。 哎, 都是有钱人才能攀比的东西, 我边说, 边仔细看他的表情。 果然, 他的眼神闪烁, 虚荣心一览无遗。 我假装不经意地继续, 我要是你, 就会先给自己买个爱马仕, 再让你男朋友送一个, 轮着杯, 回头不会让人小瞧。 心里却默默地想, 爱马仕什么的都不如我的帆布包好使。 空间大, 脏了也不心疼。 第二天, 我看到周月得意的嘴脸, 身边还有一群同事在捧臭脚。 月月, 这是你新买的包吗? 好贵的吧, 多少钱啊, 你的手表也是爱马仕的。 天, 月月你太有钱了。 我好羡慕你啊, 周月还虚荣地回, 这包也就六七万, 不贵, 是陆盒给我买的。 我看中另一款包, 大概二十万, 需要配货才有。 我已经交钱预定了, 估计下个月我就能拿到了, 到时候给你们看。 话刚说完, 身边又是一堆稀气声。 周月的表情就更嚣张了, 看到我来, 表情带着不屑, 不像某些人。 二十万, 是存一辈子才有的首付啊。 虽然他在鄙夷我, 但我看到很多同事表情也有些不好看, 真是个会得罪人的蠢货。 我也有些震惊, 没想到周月为了装逼, 这么吓得了手。 我微微犹豫地提醒, 你敢直接花大价钱买包, 是已经被首付认亲了。 总不会是贷款来的吧, 他脸色微变, 随后立马说, 爷爷很快就会来找我了, 到时候还款什么的还不是轻轻松松。 陆盒在旁边也跟着插话, 对, 到时候不说二十万了, 两百万, 两千万都能随便花。 别墅豪车, 我们都会有的。 周月, 给你个机会, 来当我的保姆, 否则别怪我到时候封杀你。 我的同情心瞬间消失, 差点笑出声。 封杀我? 这人小说看多了。 别墅豪车有没有不说, 就怕到时候还不上贷还要进去蹲几天。 想到后续周月和陆盒的下场, 我浑身舒畅。 连经理暗戳戳地把周月的工作都压在了我身上, 我也毫无意见。 毕竟多了解自家公司, 总归是好的。 工作量不少, 等差不多完成的时候, 发现已经晚上九点了, 公司只剩下自己。 我也不太在意, 伸了个懒腰, 就给养母赚了五千块过去。 十分钟后, 电话就打了过来, 于于, 你哪来的这么多钱? 养母一直身体不好, 受不了刺激, 我没敢把遗产的事告诉她。 妈, 我现在工作了, 有点钱还不正常。 以后家里没有负担了, 你别再一个人打两份工, 等我回家, 带你去医院检查身体。 养母三句话, 离不开我吃得好不好, 睡得好不好。 被周月烦得久了, 养母这关心的话, 真叫人心里暖乎乎的。 为了防止周月又找茬, 我在家了半小时的班, 把工作做完了。 果不其然, 第二天早会经理 就问我要昨天的那些文件。 周月嚣张又得意地看着我, 我故意不说话。 路合帮腔, 还不把文件拿过来, 你还让大家都等着你。 不会没完成吧? 经理看我的脸色变了变, 可眼中那闪烁着的亮光, 却难以忽视。 没做完就滚蛋, 公司不养闲人。 我站起来就走。 同事们惊讶地议论纷纷, 不会真的不干了吧? 哎, 这年轻人, 这公司多少人都进不来的。 一声声议论声中, 我抱着厚厚遗落的文件 又走了进来。 这, 众目睽睽之下, 我把文件一股脑地 扔在了经理的面前。 文件多地把经理的脑袋 都挡住了。 你干什么? 经理气得把文件全部扒拉倒。 我要的是项目计划书的文件。 你给我这么多干嘛? 我无辜地眨了眨眼, 这些都是项目计划书啊。 您昨天不是说开会都要用到 让我赶紧做完吗? 这不是拿过来了。 同事们震惊地张大了嘴。 这, 这, 一个新人做这么多? 我两天都, 那人被经理瞪了一眼, 后面的画又硬生生地 咽了下去。 我用下巴指了指那一堆文件, 今天需要的都在里面了, 您看着用就好。 经理忍着气, 看了周月一眼。 我垂眸冷笑一声, 希望经理知道真相后, 还能这么帮周月做事吧。 周月瞪着我, 经理愿意什么时候看都可以, 跟你有什么关系。 较对几个文件而已, 可把你厉害死了。 经理轻渴两声, 把文件整理好。 周月说得对, 你做自己分内的事就好, 其他的别管。 呵呵, 我没忍住笑了出来, 那就是经理故意欺压新人了。 仗着自己位子高, 就胡乱给实习生分配工作, 我昨天的工作时间 早就超过八个小时了。 不知道这是公司的意思, 还是咱们经理仗势欺人。 同事们纷纷低头眼观鼻, 鼻观心。 周月敲着二郎腿, 靠着椅子背, 你一个没全没事的小实习生, 压榨你怎么了? 路合挑衅地挑了挑眉头, 真以为公司是你们家开的呀。 对视片刻后, 我忽而轻笑一声, 是啊, 公司真是我家开的。 我说得很真诚, 可惜没有一个人相信。 反而都嚣张地笑出了声, 骂我痴人说梦。 我痴笑了一声, 干脆关上了手机的录音, 随即又拨了个电话出去, 你好, 是劳动局吗? 我举报我上司 恶劣压榨员工。 话还没说完, 手机就被经理抢了过去, 没压榨没压榨, 只是在协商工作而已。 经理把电话挂了以后, 狠狠地看了我一眼, 你好样的。 周月脸色难看, 还想说些什么, 但被经理的咳嗽声 给压了回去。 他们走以前, 路合又深深地看了我一眼。 何宇, 我真没想到你是 城府这么深的女孩子, 你太让我失望了。 我翻了个白眼, 差点吐了。 然后我接到了律师的通知, 说盛宏集团的执行总裁, 后天就从国外飞回来, 会来亲自带我熟悉 并掌管公司。 大概是周月吃亏吃多了, 今天一直到下班, 他都难得老实了些。 路合也是我为空气, 反而经理一改以往, 只交给了我一份 非常简单的任务。 核对公司新的项目计划书, 我有些狐疑。 他却笑咪咪地说, 这可是个大项目, 做好了寄你义工。 我直觉不对, 我还是职场小白一个, 新的大项目交给我核对。 出神之际, 对上周月暗恨的眼神 我瞬间了然。 这时又有一个心套, 等着我去钻了呗。 虽然是自己的公司, 但我不敢大意, 请教了好几个职场里的前辈后, 才开始动手。 整整熬了两个痛销, 我才确定这个项目核对完成。 交上去的当天下午, 经理啪的一声, 把我做的策划案摔在桌面上。 何宇, 你竟敢做出卖公司的事, 我对你太失望了。 我挑眉, 真会给我戴高帽。 纵使我脾气好, 也不能让你满嘴喷粪。 我冷着脸, 凭什么这么说? 经理掏出手机外放了一条语音, 你们公司的项目书 和另一家公司的一模一样。 对面让的利润多, 咱们下次有机会再合作吧。 经理放下手机, 冷笑对我说, 你竟然把项目书卖给对手公司。 直到现在, 我才了然。 原来这就是他们的计划。 经理想用五百万把我打入谷底, 趁机讨好周月。 我看向眼前的三个人, 渣男, 冒牌货, 欺软怕硬。 可真是绝配。 周月像是怕屎盆子扣不到我头上, 急忙开口。 你这种背叛公司的行为, 要给公司的损失做补偿。 这次的还是个小项目, 五百万。 你一辈子都赚不到这么多钱。 我冷笑, 那种乌七八糟的事我没做过, 我连对手公司都不知道是谁, 凭什么一口咬定, 这件事是我做的。 一直没说话的陆和冷哼一声, 还不是因为前几天加班的事, 你怀恨在心。 像你这样的人, 为了尚未什么事做不出。 好一个像我这样的人。 我冷冷地看了陆和一眼, 想不明白他是怎么厚着脸皮说出这种话的。 经理直接敲定, 这件事就这么定了, 你害公司损失, 所以三天内你必须交上五百万的罚款, 否则咱们就法院见。 经理说完就要走, 我冷静拦着他, 这决定, 是不是做得太草率了? 你确定要这么给无辜的人直接定罪吗? 周月邪逆我一眼, 你无辜。 最后的项目书是经你手的, 你无辜在哪? 不交钱, 你就等着坐牢吧。 这三人前后出了会议室, 相信我没做的同事们, 纷纷没忍住咒骂了一句, 何宇, 要不是你做的, 你抓紧调查一下吧。 是啊, 不然就报警, 还没毕业就背上债务, 以后可怎么办呢? 我若有所思地点点头后, 表达了谢意, 然后低头, 给一个手机上, 把刚刚的录音全部发了过去。 我淡定地诱上了一天班, 茶水间里, 周月端着咖啡悠哉悠哉地站在我身边, 还有心思喝奶茶呢呀。 我要是你都得一头撞死了, 周月指了指尖锐的桌角, 负债五百万, 死了算了, 一了百了, 你说呢? 我笑了, 冲好奶茶后, 愣愣地扫了他一眼, 你死了, 我都不会死的。 周月不屑地撇撇嘴, 你这全身上下, 就剩下嘴硬了吧? 要不你跟我求饶? 求饶了, 我就放过你。 我爷爷是首富, 虽然人已经不在了, 但是这点面子还是有的。 我转了转奶茶里的吸管, 极其认真地抬头, 口口声声说自己是首富的孙女, 这么长时间以来, 有人联系你吗? 周月脸色一白, 要是陆河和经理发现你是冒牌货, 你猜他俩会怎么对你? 周月紧紧皱着眉摇头, 我看着他冷笑一声, 除了你自己给自己封的身份外, 你什么都没有, 嘚瑟什么? 第二天, 我正等人查真相的时候, 养母的电话忽然打了进来, 妈, 什么事这么着急? 电话那头有些嘈杂, 养母的声音更是急切, 甚至还带了哭腔, 于宇, 你在新公司怎么了? 你男朋友把事情和我说了, 听说你欠了五百万是吗? 不等我说话, 电话那头又传来了火车站爆站的声音, 我一时间有些不知道怎么解释, 妈, 你来我这里了? 养母吸了吸鼻子, 停顿了好一会才开口, 没事, 别怕, 妈把家里所有的钱都带来了, 你等着妈呀, 养母近战简票挂断了电话, 我心里一阵酸楚, 我和养母相依为命这么多年, 她是最疼我的人, 现在听说我出了事, 竟拖着病累的身体, 一个人稀里糊涂的就跑了过来, 路合, 你该死, 怒意在心间翻腾着, 我匆匆用凉水冲了一把脸, 这才冷静了下来, 老家和这里离得不远, 坐火车四十分钟也就到了, 先把养母接到家里, 才是当务之急, 我回工位上拿了钥匙就往外走, 却在电梯口迎面碰上刚买甜品回来的周月和路合, 哟, 火了定了, 你急急忙忙地赶着去投胎, 路合面路讥笑地扫了我一眼, 宝贝, 别理她, 我伸手将这两人扒拉开, 从中间穿了过去, 电梯门关上的瞬间, 周月还不服, 想要进来, 我怒瞪她一眼, 滚远点, 大城市堵车堵得厉害, 我坐在出租车上, 焦心得很, 等我匆匆赶到火车站时, 养母都已经等了半个小时了, 远远地我就看到一个衣着朴素的女人, 正迷茫地站在火车站门口, 我心里一酸, 妈, 养母回头的瞬间眼睛一亮, 向我走来时我却狠狠皱了皱眉, 妈, 你脚怎么了? 养母局促地看了一眼出站口, 出来得太着急, 不小心摔了一跤, 不碍事, 咱先回去吧。 我忍着眼睛里的酸色, 扶着养母上了出租车, 到家后, 养母一直拿着自己的包, 欲言又止。 为了让养母宽心, 我这才把亲人找到我的事说了出来。 养母听后一正, 随即就含了泪花, 好, 找到家人了就好, 以后雨雨不用跟着我过苦日子了, 可以回家享福了。 我听着这话眼睛一热, 终于没忍住钻进了养母怀里, 妈, 你从没让我过过苦日子, 再说我也没有其他亲人, 我只有你一个。 唯一不同的就是, 我给养母看了看银行卡里的余额, 咱有钱了, 终于到了说好的时间。 早上例会, 经理甚至都没有让我坐下。 五百万解决了吗? 今天是最后一天, 再拿不出来, 我就要报警了。 我眼睛都没抬一下, 毕竟跟最后一天的人, 没啥可说的。 经理被我这漫不经心的态度气着了, 大手啪的一声拍在桌上, 你们学校, 是怎么能教出来你这样的学生? 还把公司的策划案卖给对手公司, 你这是犯罪。 但你这什么态度? 不知悔改。 我好心给你个弥补的机会, 你自己不珍惜, 咱们就法庭见。 经理唾沫横飞, 气焰嚣张地不行。 我点头, 好, 报警吧。 经理愣了愣, 下意识地看向了周月。 我笑了, 经理, 她是妈呀, 还是你老婆? 你一直看她干什么? 一听我损周月, 陆和不愿意了。 何宇, 你真不要脸, 你怎么这么肮脏龌龊? 我看着她的目光冷了冷, 我肮脏龌龊。 为了首富孙女甩了自己的女朋友, 现在还这么理直气壮。 周边的同事听到这话, 都忍不住小声讨论。 陆和的脸色白了白, 别瞎说。 我女朋友是首富的孙女, 小心把你们都开除了。 众人文言扑斥一笑, 我摇了摇头, 准备把这是一次性解决了。 我低头打了个电话, 我在会议室, 麻烦您过来一趟, 经理和周月不屑地撇了撇嘴, 一个苦逼实习生还开始摇人了, 我看你能叫来谁。 平时要好的同事冲我几眉弄眼, 似乎是想让我别太过了。 我给他一个安心的眼神没解释。 我看你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一会收不了场难看的可是你自己。 周月色力内忍的模样。 话音落, 公司的执行总裁刘总, 大步走了进来。 同事们一惊, 各个正经危坐了起来。 经理吓了一跳, 二话不说就起身迎了过去。 刘总, 您怎么亲自过来了? 那负责人看了一眼经理, 重重地哼了一声。 经理脸色瞬间有些发白, 负责人却直直地冲我走来。 我气定神闲地打了个招呼, 刘叔叔, 不好意思, 还要麻烦您跑一趟。 此话一出, 全场哗然。 经理如同石化了似的站在原地。 周月和陆和也震惊地目瞪口呆。 然而刘叔叔丝毫没有以老卖老, 反而拍了拍我的肩膀。 客气什么, 你是老前辈的孙女, 也算得上是我的侄女, 倒是你这孩子要强, 非要从基层做起, 其实连我都是给你打工的。 刘叔叔的一番话说得我有些不好意思, 没等我说话呢, 陆和先搞出来了好大的动静。 放眼一看, 这男人真有出息, 从椅子上掉下去了。 您, 您刚才说, 说她是谁的孙女。 刘叔叔面色冰冷地看了他们三个一眼, 就是你们猜来猜去的, 首富孙女。 经理和陆和的眼睛里彻底没光了。 周月一下子像是疯了一样, 疼得一下站起来还弄翻了椅子, 不可能。 你们认错人了吧? 我才是首富的孙女呀。 说完, 周月还跑到刘叔叔的面前, 摸着自己的脸毛遂自荐, 你好好看看, 我才是。 刘叔叔整理了一下衣巾后退半步, 报警。 眼看木已成舟, 经理率先叛变, 差点没跪在地上。 刘总, 我有眼无珠, 把榆木当成了明珠, 求你原谅我这一次好不好, 我再也不敢了, 呜呜。 周月听到这话气得跳脚, 什么榆木, 我是明珠, 他才是那个榆木, 瞎了你的狗眼。 我嫌烦地抠抠耳朵, 任由他们狗咬狗咬了半天, 但是路合, 看我的眼神又恢复了当初谈恋爱时拉丝的状态, 恶心无比。 我懒得再看他们, 很快, 警察赶到了, 有人举报你们三个窃取商业机密。 贩卖他人, 严重损害公司利益, 证据确凿, 带走。 三个人脸色惨白, 那经理突然大吼出声, 我, 我坦白从宽, 是周月, 都是他指使我这么干的。 他说你是孤儿, 给他提携都不配, 还说等他认祖归宗了, 就高薪聘请我, 给我升职加薪。 旁边的周月熬的一嗓子, 跟泼妇一样怒骂了回去, 趁人不注意, 还冲着经理的脸挠了过去。 突然, 会议室传来一阵骚臭味。 我疑惑地看过去, 陆河竟然腿软地坐在地上, 吓出了尿。 我不屑地撇嘴, 当初看上这种男人, 也是我眼瞎。 不过还好, 他们都恶有恶报了。 我掏出录音笔 和这几天搜集到的文件资料, 与刘叔叔准备的视频, 项目书, 一起递了过去。 这里是我们搜集到的一些证据, 希望对调查有帮助。 为了不打草惊蛇, 搜集证据, 我让刘叔叔跟我一起 忍了他们好几天了。 有首富孙女身份的加持, 以及刘叔叔亲自盯进度, 这个案子很快就水落石出了。 卖项目书给竞争对手, 从而陷害我的主意是路何出的。 周月毫不犹豫地 就答应了。 因为他买了太多奢侈品, 实习工资无法承担还贷压力, 急需一笔钱。 他怕经理不同意, 甚至以首富孙女的身份做担保, 拉经理入伙。 经理亲自弹出高价卖出去, 卖的钱周月和经理一起分了。 这一出, 经理和周月因为拿了钱, 都需要在里面蹲个两三年了。 五百万和公司的其他损失费, 都需要他们来承担。 再加上他购入的奢侈品, 以及利息等等, 掐指一算, 周月出来的时候, 也到了还差不多五百万的时候。 这个数字多少有点讽刺。 而陆河虽然没拿钱, 但相应法律惩罚, 一样没少。 不过, 即使他们受到了惩罚, 我们的项目也还是丢了, 我多少有点闷闷不乐。 没想到刘叔叔跟来的律师却笑了, 别担心, 你的信托公司已经准备把我们的对手, 以及我们本要合作的公司都一起收购了。 相当于左手倒右手, 什么都没亏。 听明白后, 我就笑开了话, 何止没亏, 简直就是白赚了五百万呢。 我首富孙女的马甲掉了, 所有人对我的态度都一百八十度大转弯, 就连从来没有说过话的大学同学都来和我尬聊。 之前学校论坛的打赌也被人撤了下去。 我跟着刘叔叔边做边学, 慢慢学会接手公司。 也在第一次签下上亿项目时, 登上了国内最权威的财经杂志。 刘叔叔不止一次感慨, 果然是老前辈的孙女, 这商业嗅觉太强了。 要不是当初你亲生爸妈带你游玩, 遭遇绑架, 把你给弄丢了, 现在的你, 可能成就不低于你爷爷, 虽然你起步晚了, 但公司交给你, 老前辈和我都能放心了。 我挑了个周末, 买了一束花和两瓶酒, 跟养母一起去墓园探望首富和我亲生爸妈。 虽然我从没见过他们, 但我相信他们一直都在惦记着我, 特别是首富爷爷, 为我留下了人品值得信赖的人, 铺好了路。 这份亲情, 太让我暖心。 于于, 你有空就经常过来陪他们说说话吧。 养母抽气着说, 我点头, 应该的。 我给养母在市里买了套房子, 还找了专家给她检查身体。 好在主要问题是气血不足, 常年劳累导致的身体虚弱, 没啥大病, 有专门的家庭医生长期调养, 估计一两年就能恢复症。 而我, 也在进入上层圈子的过程中, 认识了性格相投的朋友。 一切都很美好, 唯一不顺利的就是, 陆河从公安局出来后, 给我打了个电话, 何宇, 咱们谈谈吧。 我拧眉, 你是首富孙女这么大的事, 怎么不告诉我? 我抽着嘴角, 一时间不知道应该说什么。 你告诉我的话, 就不会有这么多事发生了。 这件事是你错了, 只要你跟我道个歉, 我就原谅你, 还能和你结婚。 我实在没忍住标了句脏话, 你不是已经订婚了吗? 陆河语气不屑, 那个蠢货, 都不是首富孙女, 我凭什么和她在一起? 我一时语色。 陆河真的思路清奇, 你虽然是首富的孙女, 但是扣扣嗦嗦的, 有点小家子气, 身边需要我这么一个男人来给你长脸的。 下午请我吃日料吧, 上次那个穷鬼吃了我一千多, 还花了我好几万买包。 等他出来, 我一定要告他, 给我赔偿。 我忍着作呕的冲动, 怒骂, 滚蛋吧, 死渣男。 挂电话拉黑一条龙, 做得不要太顺畅。 就在这时, 身后传来一声轻笑。 我疑惑地回头, 竟然是个一米八的超级大帅笔, 穿着一身高定西装, 挑着没看我。 你好, 我是诚诚。 我威正, 这个名字听过。 我刚出生时, 家里人就给我们订了个娃娃。 如果我没走丢, 估计就是妥妥的青梅竹马了。 据说, 这些年, 他没谈恋爱, 也拒绝相亲, 却一直在帮爷爷找我。 我顿了顿, 也仰着头扬起笑容。 你好, 我叫何宇。 我顿不仅在买, 我顿不仅在买, 我跟我的客人有 entitled, 你去帮爷爷爷就没有太空了, 我看我的腹鬼马了。